好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黄子角在去年涉嫌性侵案 虽然获得了不起诉处分 不过在调查过程中又被发现 他持有百部少女裸露偷拍影片 因此被判两年还起诉 必须缴裤120万元 并书写1200字的悔过书 而他的妻子孟耿如 过去因为性骚风波停工多时 最近好不容易复出 不过昨天他也在脸书发文 原定今明两天 要帮妈妈创立的中式甜点品牌站台 无奈计划变动只能取消 虽然这则贴文已经被删除 但是活动取消引发了各界的揣测 是否是遭受劳工的波及